Windows 11又更新了 先看效果 新版开始菜单有点类动态磁贴 分类的磁贴也可以直接打开软件应用 新版开始菜单还新增了三种预览模式 今天分享如何激活新版开始菜单 在开始之前 先简短地分享另一个科技知识点 新版Firefox新增了画中画功能 如今所有的网页浏览器都配备了画中画功能 最早由Opera浏览器引领 这项功能现在已经在大多数Chromium浏览器中普及 对于Firefox来说 画中画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选项 使用户能够将视频从网页中分离出来 打开一个视频页面 使视频处于播放状态 新建一个页面标签 视频就会从原页面脱离出来 下载Firefox Netly版 一直到视频的DOOLAXIAOGI 向你的家人集组上致以诚挚的问候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开一个视频播放页面 默认Firefox并没有开启画中画功能 点击右上角的菜单 选择设置 左侧选择Firefox实验室 右侧选中画中画功能 重新启动Firefox 再次打开一个视频播放页面 新建一个页面标签 视频已经从原页面脱离出来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再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 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仅限Microsoft应用 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如果没有检测到任何更新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右上角的打开Windows更新按钮 再次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现在更新已经完成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磁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刷新完成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完成删除垃圾文件的操作 系统更新完成后 下载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Viva2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进行解压缩 进入到Viva2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ininci bo9 ininci bo9 in soci in b ed 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